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來到內地猛料 好 接下來有幾宗大消息 打風 一定是要說的 現在深圳嚴陣以待 因為情況都好像來勢洶洶 又說 吹不正呢 吹得正就大了 吹不正也大了 為甚麼呢 稍後告訴大家 另外 青島女司機這件事件 估不到還未完 更加成為內地現在最熱的話題 因為 說到警方再通報說 他不涉及 構成了尋人之事罪 成為很多內地的網民熱話 就覺得他是不是背後 又有一個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們稍後聽聽吧 另外也說一下在長春 有位男子拿刀刺死警察 奪配槍 嘩 搶槍啊 殺警察槍 搶槍這麼嚴重? 真的要聽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認真誇張的新聞 很厲害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去跟進 那個颱風風暴消息 有人說 打不成風不用怕 但是打不打得成風呢 我也有一個方向給大家 百年一遇 說到有機會那些大雨 其中呢 因為這個風 我們真的有人說 喂 中秋秋天打風呢 那些風是特別厲害的 有幾樣東西 那個風會不會繼續向西 就是向下走呢? 這個一個問號 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看了很多風暴資訊 本身就應該有一些 東北季後風類似的 開始有這些風來的 理論上如果是影響到它 影響到風 就應該會越吹越下 對香港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是 但是看來 那些什麼腹高啊 那些什麼季後風呢 很弱啊 對台風沒有影響 所以天文台的路徑也修正了 有一點拉高一點的 另一件事就是說 由於我們太久沒有打風了 太久沒有打風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在南海海面的溫度熱量 太久沒有打風了 所以現在暈藏了很多能量在這裡 風吹過了福利賓進入南海的時候 他吸收了這一大堆 即是他頭淡湯 他吃了頭淡湯 所以現在深圳方面都很緊張 拉起這個緊急狀態 進入這個防禦狀態 先說一下這個颱風 深圳氣象局其實在昨天已經指出 這個颱風磨褶 在深圳市東南方大概550公里的南海海面 強度加強是已經颱風級 移動速度緩慢 預計未來繼續增強 這件事大家所以不能夠忽視 有人就看著圖 也不正確一定要先蓋正 很嚴重 其實未必蓋得正 那些外圍 颱風的外圍 其實已經足矣 令到周圍大風大雨很狼狽 有時候我自己這樣看 你想想如果外面的市況環境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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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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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寧願他靠近一點 8號波甚至乎10號波 大家不用出去 對嗎? 最忽視是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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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次要看天文台 深圳市的氣象局 就說到這個颱風將強度 將會到達到超強颱風 到達超強颱風的級別 預計在6號南海曼寧 去到楊江楊西 即是河馬家鄉一帶就登陸了 最近的應該就是今天深夜 我不知道這個深夜 即是可能去到6號 大概350公里左右 深圳和我們是隔一隔的 我們是再近一點的 所以其實也不能說笑的 深圳市氣象局就指出 受到摩蝶影響 現在已經很熱了 昨天已經很熱了 然後其實我們也 前天晚上突然下大雨了 但是接下來會開始起風了 另外大雨和局部的暴雨 會隨之而來的 如果大家想著周末北上的話 我可以說一說深圳未來的幾天的預報 天氣預報 今天陰天 然後間中多雲 然後隨著雷雨 部分時間雨勢較大 到星期五即是6號 陰天有大雨 以及暴雨 到星期六 陰天有大雨到暴雨 然後星期六就是陰天多雲 有雷震雨 部分時間雨勢比較強勁 所以現在 這個颱風摩蝶 預計會去到超強颱風 整個廣東省可能都會被它受到影響 現在全部拉起一個最高級別的警報 那就嚴陣以待 是的 因為說到 由於未來除了風之外 就是雨 雨水就是水災 會不會浸呢 這個我會更加關心的 因為現在說到暴雨一來 幾百毫米 破了記錄一小時 百年一月千年一月 萬年一月 循屎王翻山 還沒見過這麼嚴重的 是不是 深圳也好 香港也好 甚至擴大一點 廣東省 防洪防汗防風總指揮部 已經決定啟動 四級應急響應 預計這個風暴 其實在廣東省已經召開了 颱風工作會商會會議當中研判 因為由於未來發展不確定性比較大 但是有一件事 就肯定它是直指廣東的了 所以尤其是 珠江口以東 包括深圳海域嚴格落實防風要求 確保船隻回港 所有人員就要上岸了 另外珠江口以西的海域 有關部門提前發佈撤離預告 結合後繼颱風發展的勢態 就會發佈撤離指令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看著圖沒有東西 現在是嚴鎮以待的 因為那些湧囊和雨水 可能是撒那間就說來說來 天色可以變得很厲害 一眨眼間就變成了 所以現在仍然有一個不確定因素 究竟會不會拉高 其實如果再拉高一點 風又會很不同 對於香港整個廣東省 我們會吃得更多 所以今天或者可能晚一點 天文台的預測路徑是否可以作實 因為我看其他 中央也好 香港天文台也好 世界各地也好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那預測路徑仍然還有少許變數 大家真的要聽清楚 留意多一點 不要想著這麼快 我們沒有東西的北上 到時候沒有的 你不要叫救命 到時候在網上也在吵架 另外內地想著把食用油 散裝運輸 強制性國家標準 現在先立國家標準 有人覺得 不是應該早就要搞的嗎? 自從國務院公布 這個叫做 食油車 和化工油車 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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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覺得 吃死人 現在 根據央視的報道 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下達了食用植物油 散裝運輸衛生要求 強制性國家標準制定計劃通知 根據要求 裡面 說到 至少要分開 要的 其實 最重要的是 有人覺得 標準一定要有 監督 夠不夠呢? 有一個標準 沒有人監督 其實都是 放在那裡 這個也是 我相信 應該一定會 檢查的 另外 也要給大家看看 在長春 有個男子持刀 殺死警察 更加拿配槍 在紅旗街發生的命案 這件事件 在內地成為引起關注的消息 因為當地指出 一個小區發生持刀傷人的案件 相關影片看到 現場有武警特警車輛 不少警力到場處理 引起市民恐慌 據報 一名45歲的男子 拿刀威脅現場群眾 民警一邊跟他搏鬥 一邊保護現場群眾 安全撤離 嘩 勇士 不是勇士 應該是瘋子 應該這樣說 警察就做了勇士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懷疑 保護現場群眾的時候 就跟嫌疑人搏鬥 說被嫌疑人持刀吉成重傷 他配戴的槍更加被人搶走了 真可憐 另一名民警也受傷 後來這位嫌疑犯更加拿著把警察配槍 對警察開槍 神經病 最後被當場擊敗 真可憐 被刺傷的警員 重傷不致死亡 真可憐 另外兩名警員受傷 真可憐 這位警員也很尊重職守 因為現場有人 他真的跟他拼命 還不是勇士 真是勇士 又拿刀又搶槍 真是瘋子 好了 後來看到 派出是否武警 軍警 有追擊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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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就懷疑一位有精神病患者 因為房產遷冊症的事情 和物業管理有爭執 拿著把菜刀打算傷人 更加威逼現場群眾 這樣啊 真是麻煩 搶槍開槍 真是麻煩 是不是? 現在人們都很亂來 真是 看到也害怕 好啊 接著看看這宗新聞 關於Op Op 就懷疑涉及貪污 他就釋放了出來 是不是? 說到有一位他的支持者 竟然跳樓身亡 那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警方的調查 一位姓王的男子 懷疑在新不市永和區永和路 某間生業大廈頂樓跳樓的 衝力過大 撞扁了電箱 爆頭慘死 沒有外力介入的職長 報道指出這位姓王的男士 就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曾經去了台北地檢柱 聲援柯文哲 更加在現場和網紅 一個叫四叉貓 發生肢體衝突 搶奪對方的攝影器材 被對方報警提告 警方查出這位死者身份之後 找了家屬帶他去確認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懷疑參與 支援支持柯文哲的行動的時候 被言語欺凌 甚至乎把畫面放上公審 可能是不堪壓力 其實這個時代已經是這樣的了 有時候當面罵的威力也不及網上 那種冷嘲熱諷 冷言冷語 無情的說話 因為你面對面 有些時候你也未必能說出口 但是你在網上 你真的好像完全不需要給面子 只要我都不用看你的臉色 像我屁股一樣走出去 但是當然 這些事件看起來 是不是真的完全是網絡暴力的問題呢? 真的有待去調查 不過 又這麼說 你看看河馬那些 癡筋的 他真的是癡筋的 他是完全抵抗得住 你在某一個層面上 我只能夠這麼說 他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他臉皮去到化境 他真的可以這樣 無恥無敵這句說話 完全完美 飾演了出來 另外我們看看河山 青島的問題 青島這件事件 開車 撞死人 不是撞死人 逆線行駛 感覺上 本來已經被判了 但是現在成為 內地一個非常強勁熱手 彭榜第一 我們說回這件事故 就是這位青島女司機 逆線打尖 狂刮其他人 更加被打的就是 退伍軍人 是個男人 打得流鼻血 口腫面腫 但是這位女司機 被捕後 竟然只是罰一千元 以及拘留十天 好了 給人的感覺上 完全好像不對 有內地的網民說 為什麼不告他尋人之事呢? 青島公安 現在就說不符合 尋人之事行為構成的主要條件 有內地的大學教授 法律學者出來解讀 他說尋人之事罪構成 是無是生非 這件事件事出有因 所以不能夠構成尋人之事罪 有人就說 這樣的話 就很糟糕了 怎樣? 所有事情都被打人 一定有原因 不可能沒有原因 不會因為現在這樣 有人就覺得他究竟是否涉及背後 一個很大的不可顧人的力量 其實當地官方微博上 都狂刪這些留言 說到說 所以更加引起大家關注 不是吧? 為什麼你還生呢? 現在給別人的感覺上 就更加好像... 很會有秘密 其實之前官方也解釋過 他就說不關事的 沒有啊... 他純粹是傅戶 那... 專家通報 看看究竟他的原因 為什麼... 除了剛才說的 事出一定要有因 因為他說這個行車糾紛 行為動機就是因為女士辱罵 嘔打行為 是因為和人發生衝突 而不是純粹無中生有的 這樣 而說到女司機開車逃離現場 未構成交通涉事走路 那什麼行為才是呢? 就說要發生交通事故之後 涉事者沒有報警 沒有向公安機關管理部門通報事故 未救受傷者 未保護現場 擅自離開現場 未協商處理 好了... 這件事就引起大家繼續去... 繼續討論 就著這些不同的問題的項目 有人就覺得 不構成尋人之事罪 其實真正的原因 就是他有錢他有勢 被人打過沒錢沒勢 嘩... 他說 開車逆線行駛 出了事故 還去打一個正常合法行駛中的車輛的人 本身這件事件就是他的女士不對 還要他媽的打人 就這樣看 每件事都是尋人之事 加起來就不算了 所以有人覺得 青島公安機關 現在真的100分 有人就說 如果那個男人還手的時候 那個男人不對 是吧 有人就說 關於性別的事 我覺得是沒有關係 更加裡面有人就覺得 這個應該背後 可能是... 是不是保護傘呢 有人就覺得涉及 這件事件會不會上去 越搞越大呢 儘管再看看 所以現在內地 很多網民就覺得 為什麼出手打人 打到人家爆光街 逆線行駛 最後都是罰1000元 所謂的行政拘留10天就算了 你試試 好像你在街上 隨便出手打人 等等 是不是這麼輕判呢 如果是這樣 每個人都會有樣學樣的 更加有一個是非常令人 想不到的 原來其中一個可以罰1000元 純粹罰1000元和10天的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男司機 被人打的男司機 是正線的 他沒有讓開條路 讓女司機逆線行 所以呢 就構成一個叫輕判的原因 這樣 真是誇張了 當然啦 這件事件 很多人就繼續在這裡熱議討論 一定就是關乎裡面 涉及的 是否背後有一個很大的保護傘 或者有知識些什麼人 如果這件事件上去 可能中央的話 隨時可能就要有人落地了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就讓他們看看吧 總之有人就告訴你 好 另外也要看看黑神話悟空 這遊戲厲害了 接下來是中秋節 不知道大家買了月餅了嗎? 說不到吧 這個遊戲由於火爆全球 帶動周邊的產業攀升 各種黑神話悟空的聯名商計 也登場了 臨近中秋節 也推出齊天濫月 直面天命 這樣就做了一個悟空造型的月餅 非常漂亮 只有99元而已 非常便宜 很多人就說買了不捨得吃 因為太漂亮了 OK 好 另外也要看看 陰公豬 說到那些學生 在成都 有一間課室沒有冷氣的 熱到吐 這麼熱 怎麼回事呢? 就說現在每個人都在課室裡 放一些冰桶 嚴重了 有社交媒體拍到 一大大塊的冰坑 放在班房裡 希望可以幫助課室降溫 現在連在成都的冰也有得炒賣 明明是15元一塊 現在是35元一塊 有個車筋 為什麼不安裝冷氣呢? 由於他們說 學校沒有冷氣 採購當中 還要上級部門採購 這樣 唉 真是 這些應該趕快安裝了 陰公 現在沒有的 你說 冷氣不是經常用的 冷氣是行溫的 冷氣 濕度 溫度 無論凍雨冷也好 可以讓學生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上 讀書 老師也沒那麼生氣 另外也說北上注意 深圳灣口岸到羅湖站 13號線 藍段在年底內將會開通 究竟多少錢呢? 非常便宜 深圳灣口岸到羅湖口岸 只是6元而已 你想想 其實在元朗過上水 這樣 深圳灣那邊 即是我們對出來便是元朗那邊 對 那你去到羅湖口岸 即是上水 6元 那可能有人計算了 隨時 我在內地 即是在深圳 那邊這樣回答 然後再回來 比你在香港這樣回答 會不會呢? 這個就是你自己計算了 接下來又多一條鐵路 那就更加會多港人不想消費 另外也說一下西利 什麼事呢? 跟三國名將的同名 他叫趙子龍 趙子龍屬國大將五虎之一 但是現在這位趙子龍就是殺人犯 河南省州口市出現了一宗兇殺案 一名男子因為地方的問題 將鄰居殺死 當地警方其後發布懸賞通告 捉一個跟三國時代名將 常山趙子龍同名的嫌疑犯 日前有消息指出 趙子龍屍體在水井裡找到 是真的嗎? 真的不知道了 趙子龍 真的有人說 名字就好了 可惜做壞事 真可憐 另外也看看 山西幼稚園集體要家長宣誓 不當熊父母 由我做起 這些宣誓有什麼用? 好像口號式被人說 口號當做了 喊口號當做了 近日在山西運城 漢林幼稚園 出現了一條影片 成為內地爭議 幾十個家長 右手擺胸口 神情莊嚴 或一敢大叫 不當熊父母由我做起 集體宣誓 內容包括 絕不會在裙子裡叫老師 餵水 換衣服 換衣服 扔東西 就不會生氣 更加希望說得出做得到 言行一致 這樣 即是說 小孩子玩 跌倒 就不會立刻 很緊張 立刻罵老師 簡單一點 不要做怪獸家長 這樣 這樣 看完之後 很多人現在說到 嘩 這樣可以嗎 不是吧 要宣誓嗎 小學生上學 就家長宣誓 真可憐 有什麼意義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是 以前也不見我們家人 大家做過父母 大家都明白 哪日寫這些 真是多餘 這樣 心態很重要 過分寵愛 現在寵愛 寵愛 寵愛 他只是個孩子 其實自己 我覺得 經常說生孩子要考牌 要考牌 心態家長的心態很重要 我明白 大家會寵愛 但你不是 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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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還沒緊張 我媽媽已經先跳過 這些 這些也是 看得到 非常之 你想想想 他將來大過怎麼辦 你再沒有能力 去照顧他 那時候 你可以怎樣 他 大過了之後 最後還是要自己獨立 那時候 家人經常都看著自己 看著我們 你快點獨立 希望可以照顧自己 現在不是 那些家長 反過來 媽寶 現在十多歲 大 又要車接送 又要乘乘 真的 所以 時代不同了 真是 呼歸了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